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 今天我們邀請到Ocean Yee 哈囉 Ocean 現在是在科技業裡面擔任Business Analyst 你們公司是什麼樣的產業 然後做著什麼樣的產品內容呢 我們公司做的是雲端伺服器的托管服務 有點像是AWS 或者是Google Cloud 但是我們規模沒那麼大 就是彈型 簡單說明一下什麼是托管服務 就有點像是房東 他有一棟大樓 他把房子租出去給企業客戶 我們公司就會負責幫你管理裡面所有東西 每個月收取一定的費用 像Data Center 對 我們公司有很多Data Center 裡面就是很多機房 很多Rack 我們可以提供Server給你 你也可以自己把家的Server搬到我們Data Center裝進去 我們的IT 我們的INT 我們的資訊安全都會幫你全部做好 然後公司就不用再額外花費用去 hire這些人 跟買這些機器 那像最近很紅 美超委他們的產品 所以放他們Data Center裡面嗎 它是我們的供應商 所以我們會跟它買伺服器 那Data Center也在荷蘭嗎 我們在荷蘭 德國 英國 美國 新加坡 澳洲 香港 都有Data Center 算是國際事業 對 算是荷蘭最大的伺服器托管吧 BA Business Analyst 算是一個這幾年詢問度很高的職位 所以想要請Ocean 跟我們分享一下大概的工作內容 或者是每週啊 會是做什麼樣的事呢 我們部門有個BI Manager 底下有我三個BA跟三個BD 叫做 Business Developer 他們比較負責後端寫Call 寫邏輯的 那我們就負責前端做Dashboard 兩個禮拜為一個單位做一個Sprint 在Sprint之前就會做一個Sprint Planning 會有很多項目我們要做什麼樣的Dashboard 要開發什麼樣的功能 我們會做成一個一個Ticket 大概就是兩個禮拜為一個單位 我們可以做多少量就放進來 就會有一個Stand out Meeting 去追蹤說我們每個Ticket的進度到哪裡 遇到什麼困難 需要主管怎麼排解 平常我們大概就是做Ticket裡面需要做的事情 可能是我們要去了解說為了做這些資料 我們的資料從哪裡來 資料要怎麼串 我們要跟Developer討論說這些事情 技術上做不做得到 那他們寫完Call之後再交還給我們去做Casting 就是看他寫出來的東西跟我們期待的東西一不一樣 那最後如果一樣的話 我們再把這些Data灌到我們的Dashboard裡面 呈現這個報表提供給User 大概是這個樣子的一個形式 跟你們很像嗎? 滿相近的 VA跟Developer怎麼合作 然後VAR跟不同的部門去瞭解他們為什麼要這些東西 那我們說出來的東西是不是你要的最後的呈現 當一個這樣中間的角色 因為如果對別人有興趣的人啊 他可能例如說碩士剛畢業或是大學學士剛畢業 就會想知道說 那他要具備哪些soft scale或是hard scale hard scale的話我自己個人覺得一定要有資料分析的能力 可能最基礎的就是Excel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Excel是一個比較outdated的東西 可是他真的是一個比較好驗證你對資料到底有沒有sense的人 而且很多市面上可能做BA 大家的想像是做一些視覺化的東西 譬如說Power BI type 但這些東西沒有付費或是沒有資料 你其實很難練習 但是其實Excel也有一些比較視覺化功能 我覺得可以試著去玩玩看 我覺得比較hard scale的地方 第二個hard scale我覺得不一定要寫程式 但是你要懂程式怎麼運作 或是資料的架構是什麼 當他結合在一起可能會有哪些狀況 這樣子的話你在跟developer討論要怎麼做的時候 你就不會提出一些很奇怪的request 什麼是奇怪的request 我覺得很多user可能會跟你講說 我想要一個功能 他只是一個欄位子要放進去 應該很簡單吧 三個小時就可以做到了吧 可是其實在後台 IT他可能要join很多不同的table 他才有辦法做出這個東西 他不是說你是看到是這樣 就是這樣進去而已 另外一個反過來是 你提出request 然後developer說我不能做 但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能做 還是他只是來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sense的話 你只能聽他的 或者是你提出來的東西就會 非常的難以達成 你對於專案的掌控度就會沒那麼高 因為你可能會覺得這個功能應該三天 可是第二要跟你講說要三個禮拜 對於資料的一些基礎知識 我覺得很重要 那這塊的sense跟knowledge 要怎麼去累積啊 是要learning by doing嗎 還是他平常可以做什麼樣的努力 我覺得在學校如果有相關的課可以去修 哦 對比如他可能會比較偏資訊管理 可能統計也會有一些幫助 統計學或者是只是管相關的一些 什麼資料固架構 這種類似的課 那如果出社會我就覺得 真的只能在工作裡面摸索 然後軟性技巧的話我個人覺得 創造力 出股市的能力 對我覺得BA我自己很喜歡的一點是 他有分析邏輯要很好 那也要有一定的創造力 因為剛剛有講到你在蒐集需求的時候 你需要跟人溝通 你最後呈現dashboard給別人的時候 你也不是只是介紹說 欸我有一個很棒的dashboard 有很多filter 你還要告訴使用者說 這個dashboard可以提供什麼樣的insight 你要什麼東西發在最上面 什麼東西發在最上面 它是有一個故事性連換性 就有點像做presentation一樣 只是它是一個數字會變動的powerpoint 所以你一樣要去編排說 我想要讓user 第一個先看到什麼 他會提出什麼樣的疑問 第二個你要給他什麼東西 我自己比較沒有BA經驗 可是我自己比較都是當user經驗 我最怕遇到那種dashboard 就是一打開超多數字 我想說哇你給我這麼多數字 你就是把isail印給我 對幫我把isail做了一個比較漂亮的 好像會可以互動 只是我還是看的超穆薩薩 就是那是我最害怕 在荷蘭工作啊文化面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你之前也在台灣有過工作經驗的 那我們簡單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台灣工作了大概四年左右 有換過兩個公司 我覺得荷蘭這邊真的是比較秀 比較自由比較彈性 公司對你的信任感也比台灣高 所以像我自己也是一個禮拜進公司 就是一天其他四天就在家 如果你中間有什麼事情要去處理的話 基本上也不用特別請假 除了彈性之外 我覺得最大的不同點是 這也溝通很直接 你不用擔心你講什麼 讓主管不開心或者你是不開心 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把自己 想要表達的東西說出來 以前我在台灣就有一種 要一直去猜說主管想要什麼 如果完全不喜歡他也不會直接講 他就說欸這個我們再想想看 對對對很常欸 如果是你在想想看 ABC方案 他就建議走 可是他就不喜歡 他就說你 可是你 我覺得你資訊收集也沒有很完全 真的欸 再給你一個禮拜 你再去收集一下更多資料 我們下禮拜再來討論 但是這邊比較不會有這種情形 我有一個同事很好笑 他就說 荷蘭人喜歡出意見的程度是 即使他是個素食者 他都對怎麼煎牛排有意見 這個好貼切喔 這個很貼切欸 對 但是相反過來就是意見很多啦 話蠻多的 但只要你能說服他 我覺得事情都可以往前進 那也蠻好的 大家是可以把內容都講出來 就是要去猜測這件事情 就不會有人悶在心裡 我覺得這樣比較有效率 對比較有效率 身為一個在荷蘭也待了蠻多年的 過來人的話 你會推薦台灣人來荷蘭試試看生活或工作嗎 我其實蠻推薦的 我覺得如果你有能力 你沒有負擔 譬如說你沒有家庭小孩 年紀還輕的話 我覺得蠻推薦出來試試看的 因為畢竟以後你可能三十歲四十歲 你負擔值得越來越重 然後你可能在台灣也工作了五年十年 可能有一個小的等出管職 你要放下這些東西離開出來 是很難的 所以你不如就是大學畢業 說是畢業 就先出來試試看 那不喜歡 就再回台灣 我覺得 你至少有需要經驗嘛 除此之外 我就說 雖然這裡是講荷蘭文 可是這裡英文普及率超級高 再來是他們 不是他們低語言 所以如果我們在英美國家 我們講英文很多 對就壓力很大 他們會覺得你英文不標準 你有扣音 聽不懂他講什麼 你會在執行上 會遇到一些困難 因為你講不贏別人 他會一直覺得你是外來 我們在荷蘭比較平等 就我們跌的語言是英文 他們跌的語言是英文 所以我們只求可以溝通 可以互相了解 他不會去找你麻煩說 你的口音怎麼樣 所以英文普及 找工作的話 因為講英文所以好找 這裡的簽證也相對比 英國美國好拿 對啊 公司贊助就可以了 對 不用說公司贊助還要抽籤 嘿嘿 真的好辛苦 所以我覺得雖然是相對容易 如果這類有想要出國 試試看 工作或求學 我覺得都蠻推薦的 可是我就會有蠻多 Instagram會問我說 他們很害怕說 來這邊試嘛 那這邊試完的工作經驗 帶回台灣 究竟能不能是個累積 還說他回台灣 又要再從頭開始 如果是相關性的 比如說你在這邊讀供應鏈 這邊找供應鏈的工作 那帶回去我覺得還是可以延續啊 因為是在專業上的累積 尤其是你累積的不同文化 不同國家的經驗 我覺得即使是 像現在很流行打工度 加上河灣也有打工度 我覺得就算他 不是職業上的累積 但是說實在也就花了你一兩年的時間 你之後要工作50年了 對啊很久 看來就是兩年的時間我覺得 專業上不一定有累積 可是你的視野上 你的想法上 一定多多少少會有改變 因為我覺得好像蠻多 台灣年輕人會很擔心自己的精華 就在剛畢業到35歲 可是如果自己到了這個30中段 再回頭看 就覺得事情沒有這麼嚴重 你這一兩年出來try 其實我覺得對你人生 是有很大的inspiration 因為很多人是說他對比他的同學 他如果在台灣好像就累積得比較快 自己還出來唸書 可能工作也不會找得順利啊 就比較擔心 這樣會不會是一個空白或是什麼 那你自己覺得 因為你還蠻早的 你是那個早點來的 早點來早點早 雖然是我會覺得也是蠻黃金的時候在這邊啊 從畢業的後備到現在這樣子物念嘛 畢竟我們講英文嘛 所以我們能找的公司 不管是不是和商 還是別的國家的外商 大多數都還是做國際事業 他才會在這邊聘講英文的人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儘管公司沒有很大 但他光做的事業體 其實就已經蠻多元的 你會遇到的同事 你會交流到的人 其實就真的會給你在這個早期工作的階段一些 會不會視野就不太一樣 像是在工作期間就會跟不同人溝通 就會有不同溝通的方式 那那個行程中就被訓練出來 但是你被丟到這個環境 好像就會開始培養出這個能力 那你要跟南歐同事啊 美國同事啊 荷蘭同事啊 東歐同事 對 這就是我覺得在台灣 職業初期蠻難的吧 最後一題呢就比較個人一點 想要問Ocean說 你有打算繼續住在荷蘭嗎 那為什麼呢 很好的問題 我在這裡已經六年了 也拿到永居跟國籍 那我覺得大部分來荷蘭的台灣人 到了這個時間點就會思考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在荷蘭的挑戰都是前五年 讀書的時候你有很多Culture Shop 為了要趕上課研 因為這邊只要一年的時間 你要把什麼實習論文都做完 你根本沒時間思考 你光要生存就不容易 接下來畢業找工作找房子 簽證不能中斷 學荷蘭文 這五年很忙 你拿到永居 通常你工作有穩定 語言能力也過了 再也不用擔心簽證 荷蘭說實在是個很舒服的環境 我覺得荷蘭不能讓你大福大貴 如果你在指牙上的追求 是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這也是很完美的地方 那如果你要追求高型 這邊說的最50% 如果你追求是指牙上的成長 職位、薪水、亞洲還是比較好 我自己當然會思考說 要不要離開荷蘭 那我自己也不是說 真的真的非常喜歡荷蘭 本身的文化或語言或怎麼樣 只是因為自己的環境很適合待下來 但如果說有哪個地方 這個地球上有哪個地方 也不錯 我也不排斥 你現在有被物色了嗎 我之前有想過 我自己本人很喜歡義大利 但因為我想到文化 我喜歡文藝福寫愛 食物跟天氣 但是那邊的工作環境 就比如說薪資 可以找工作員的方面 就沒有荷蘭這麼好 那接下來思考的就是回亞洲 在亞洲就是要看台灣找不找到 不知道台灣現在的工作環境怎麼樣 對阿 你要找到薪水OK的 滋味OK的 25天連假的 可以5點下班的 那很難 對阿 之前有考慮過日本跟新加坡 但新加坡聽說最近簽證比較難 這幾年好像要此外一點 COVID這段期間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比較好 比較難發的樣子 對 我也聽說新加坡的工作文化也還是比較偏亞洲 我自己公司我們剛剛講的新加坡有Data Center 所以我們那邊也有公司跟同事 他們也都是做到六七點的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不知道為什麼亞洲 跟就是在國際化的企業工作 要開會都是亞洲配合歐美式學 對 通常是這樣 所以他們有時候就是得加班跟我們開會 可是那是因為總公司在歐美阿 配合總公司吧 不一定 因為我之前也有短暫的待在台上過 所以總公司在台灣 可是也是台灣 那裡總是配合我們的開合 歐洲整體的工作文化是 我下班就下班 對 你不能找我 他人比較談心 我們在談心 對 會非常有造成別人困擾 然後就會自己多做幾個小時 所以我在做 算是一對一的Coffee Check 你可以花一杯咖啡的錢 或預約三十分鐘的時間 其實跟我聊什麼都可以 如果你看了我的Instagram 或者是我的網站 覺得我哪個經驗有幫助 我都願意跟你聊 職務上比較多人來找我 就是問我荷蘭求學 求職 BA相關的 或是供應鏈相關的一些問題 那我都歡迎 大家跟我預約 會盡我所謂的回答 當聊天 我也不是專業的 什麼顧問 但是如果你就有經驗 有幫助 我都可以回答 校友免費 很棒耶 如果你知道我什麼學校 大家自己做功課 那我們就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那今天就謝謝Ocean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那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